進來看這條片 相信你都是給它的圖片 又或者標題所吸引 有很多網友跟我說 擠花曲奇? 別玩啦 做來做去的味道都不夠外面濃郁的 又難擠 做出來的紋路又不漂亮 以下這條片是我用了十年時間 做這隻曲奇的心得和經驗 我會當你是我的接班人 將這門手衛流傳下去 亦都希望可以作為我人生的一點紀念 如果你有吃過我的曲奇 不妨在下面留言區發表一下你的感受 如果你支持我的頻道 希望你可以like、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好,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今集的內容 首先我們準備牛油 牛油從雪櫃拿出來之後 我會放在28度攝氏的地方 放5個小時 讓它裡面完全溶透 然後我會建議將牛油放在這款 恒溫發酵箱 可以確保在一個適合的溫度範圍裡面 首先我們先說一下器材 器材方面呢 第一樣 廚師機 為什麼呢? 我會建議你用廚師機呢? 因為我們打牛油的時候 都要打5分鐘 如果你用手提式的打蛋器來打 都會挺累的 還有最後我們打麵漿的時候 那個麵漿都挺重的 如果有這些廚師機都挺方便 打牛油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個頭來打 打麵漿的時候 就會用這一款頭來打麵漿 另外你最好準備一支直膠棍 這個直膠棍是很重要的 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令到你最後的成品 成不成功都是看它的 另外一個小的直膠棍 我方便你中途操作的時候用 那擠嘴方面呢 我會建議你用這一款八角的擠嘴 就會擠到我們心目中 最想要的這種曲奇的樣子 如果你真的買不到 那你用六角都無妨 表花袋方面 我會用這隻循環再用的表花袋 因為它比一次性的表花袋 更加有油韌性 在我們切的時候 不會容易穿破 牛油紙方面 我會建議用這隻直膠曲奇墊來代替 因為這次我們用的是 對行式抽氣焗爐 如果用普通牛油紙的話 裡面的風會吹到牛油紙發來發去 以下就是我們這次所需要的材料了 大家現在可以做一個螢幕截圖 方便大家可以照單執藥 那首先我們把牛油放到這個廚師機那裡 你會看到牛油方面 好像凡士林那樣融的 還有你看到很多牛油 不用怕 你的份量可以調較過 這次我這個操作 是我大量生產的操作 所以你會看到的份量 是多過你很多很多的 糖霜 糖霜 糖霜記得一定要過篩 還有 奶粉 全脂奶粉 我們可以用過這些殼 這樣壓下去 接著我們準備打它 用廚師機 打它之前放到開機之前 我們要用這個 這個頭 這樣輕輕地撥一下它 手動式地 混合它 不然你貿貿然放到機上 一開機 那些糖霜 就會飛到周圍 都是很糟糕的 我們用最高速打它五分鐘 你會看到 打到一半途中 你會看到它的顏色 開始轉白 越來越白色 即是表示 那些空氣開始打進去裡面 好了 五分鐘完成了 我們會看到 它現在是純白色 很漂亮很漂亮 表示它的空氣完全打進去裡面 那我們可以把那些牛油刮出來 有很多同學問 就是我們擠這個曲奇很難擠 很辛苦 擠到真是九六二虎之力都擠不到 其實有兩個要決 第一 打的時間 你最緊要打得夠時間 打得夠空氣進去 還有 就是溫度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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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28度 下一步就是加麵粉 粟粉 還有 纖綿 下去 我們首先可以把麵粉 和粟粉 放在一個容器那裡 我們可以一次過 將它們一次過 放進牛油那裡 最緊要 都是要過篩 因為這個是 低筋麵粉 就是這樣 用這個 這樣把它放進去 好了 我們拆好了 接著 我們加一個最重要的元素 也是我自己獨門的要缺 可以這樣說 就是鮮忌廉 35%的鮮忌廉 用來打鮮忌廉蛋糕的 這個叫做 Wipping Cream 令到它濃郁 是有三個要素 第一 是用Wipping Cream 35%Wipping Cream 令它吃出來 有酥酥的味道 第二 我的牛油 是會用到 90%的奶滋 奶滋越高 牛油裡面的水分含量 會越低 還有 牛油的味道 會更加濃郁 第三 就是全脂奶粉 綁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放進機器裡 用低速打鮮 5分鐘 這次這個 我們不需要 預先攪拌一下 因為我們用的是低速 好了 過了5分鐘 我們可以暫停它 你會看到它現在 是未完全混合好的 我們現在餘下的部分 就是用手動操作 完成它餘下的部分 為什麼呢 如果你完全用機器 去完全完成操作 它會打到過了火 會很難很難接 你會見到現在 它仍然是很黏棍的 我們是要打到它 當我們這樣 撥退的時候 它是離棍 不會黏住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我們現在 某某年 走去擠曲奇 焗出來 它擠出來都很漂亮的 那些紋路很漂亮的 但是焗出來之後 它就會融光 拍光 那些紋路是沒有了 我們準備 可以收手了 因為打到過了火 一會兒就很難擠出來 我們可以再檢查一下 看看它的層 首先 把那些刮出來 先刮出來 我們接著 就用這個植膠 把這個植膠 點一邊 看看 會不會像剛才開頭 那樣黏住一支棍 它這樣離棍 就可以了 即是表示OK 它沒有黏住一支棍 現在擠出來是最漂亮的 如果真的很難擠出來 不需要害怕 你再加上鮮忌 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擠花了 就用這個擠嘴 放進棍花袋裡 我們拿這個 不要放太多 放太多會很難擠的 你會用很大力才擠出來 寧願分小分小 再多幾次 慢慢用心機 用心機慢慢做出來 第一次你放進棍花袋裡 它已經很容易很順滑地走出來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擠了 首先你擠出來的時候 放一放 然後 左右放 心裡面數三下 壓一壓下去 這樣收手 1 2 3 去到最後收手的時候 你是仍然要 捏下去的 仍然要出張的 出到最後 放手的時候 壓一壓下去 就會造成這個效果出來 1 2 3 1 2 3 4 4 4 5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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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裏一樣,我剛加了一些漿,你看到這裏有很多空氣 我要這樣,有請鏡頭拍一拍這裏,我這樣按下去 看到嗎?空氣爆出來了 所以如果你不是在這裏按,只要在這裏按,就會爆到周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你會見到擠好的曲奇,高度為三至四層高 記住,千萬不要太高 否則焗好之後,就變成皮擦斜塔斜了 接著擠好的曲奇,我會放進雪櫃下間 放15分鐘,讓它凍起來,硬起來 在雪中曲奇的時候,同時我會預熱焗爐 預熱15分鐘,290度 我用的焗爐是對行式,開封 好了,我們冷了15分鐘,現在可以進爐了 我們用290度,焗爐35分鐘 我們用290度,焗爐35分鐘 現在5分鐘過去了 你會見到,每個餅會慢慢慢慢的膨脹 還有那些紋路可能會沒有那麼清晰 沒有比起剛才在雪櫃的時候沒有那麼清晰 不要緊的,因為到最後階段,它會收水的 它們的紋路又會顯關出來 現在是開始焗後的10分鐘 你會見到,真的 現在全部都是肥仔 很大個很大個 全部膨脹了 那些紋路,不是那麼清晰 現在最後倒數10分鐘 你會見到,全部都收水了 越來越收 這些紋路都翻出來 好了,現在是最後倒數5分鐘 你會見到,它現在都收水了 收到七七八八 全部都,聞到很清晰,很漂亮 我們焗完第一段之後 我們會調到325度 焗多5分鐘,讓它上色 好了,第一段時間完成 那我現在調到325度 焗多5分鐘 好,最後5分鐘完成 我們現在出爐了 剛剛出爐的曲奇 由於仍然有很多水氣 所以我們要放在網角上 放它5分鐘 在這個過程 由於曲奇仍然未夠硬 所以我們要小心操作 5分鐘過後 我們就可以放入膠殼備用 記住,千萬不要放太久 否則它會太硬 我們要趁它還有餘溫 和少量水氣的時候 放入膠盒 這個就是令到它 入口即溶的秘訣 以上就是我全套的心得 和技巧 你覺得你做不做得來呢? 如果你碰上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區 隨時問我 最後,希望大家可以 給個讚,分享 和訂閱我的頻道 讓我這個頻道 可以繼續發展下去 和大家分享更多 控陪小知識 拜拜 我覺得 要怎麼解決 就回來了 快點 而且 買不老 看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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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